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冲的比较薄的地坝 为啥现在这比较薄了呢 因为主要是在香蕉坝这个地方 这个水有一个小的转弯 导致这个水不断的在冲沙这个河堤 然后就让目前的这一段河堤上变得越来越薄 而且在上面长的树 都现在都已经看不见了 咱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流过香蕉坝的这个水 是从上游门通河山区里面 泄洪排着的水 从昨天晚上的每秒钟1200个地方 到现在的每秒钟2500个地方流进这里边 咱们固定的呢 就是在这个河堤 大约7公里的这个距离上呢 在不断的进行巡逻海险 一旦呢有险情 马上投入这个抢险救援的这个行动 可能会出现险情的就这么一段 因为其他的大部分地方 它都是一个库区 所以本来就是这个起到这个泄洪作用的